第一個的話其實你們可以最有點像複習前面講過的這個Member的這個範例 那其實如果說我今天要讀取的話其實就是open open他把它read 那如果說要主筆讀取的話那當然就是readline OK 那只是說我read過來之後的東西呢我要怎麼樣可以把它放到 Insert into 裡面所以特別注意關鍵的地方來了 其實最難的地方就是說我把資料讀進來 比如說那個Member Member 01之後的話我怎麼樣把 這個資料 一個一個的有點像一個蘿蔔一個坑的把它放到這裡面來 這個才是最困難的點 如果可以的話那這一題應該就簡單了啦OK那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的話當然這個地方也許你可以把它存檔 這個也許改成新增好了 因為這個新增會員好了 OK 好那首先的話第一個啦我們一樣讀取檔 讀取檔案就是什麼f 等於什麼open 然後括弧的話裡面就是什麼member 點tst 那這邊的話後面加一個豆點 然後呢r模式嘛 那這樣的話呢我們就讀進來 我是建議啦 以下這些可以先把它 ctrl 1 先註解掉好了 因為呢我先不要讓它陰生因為會出錯嘛所以 這個部分的話就開檔 那開檔之後的話呢如果說我今天要把它逐一個 讀進來然後把它print的出來好了 那其實可以參考 雲端白板這邊嘛就是說用realize 然後逐一個把它什麼讀進來我用這個當範例好了 這個前面講過喔 那把它用realize 然後 放在那個list1裡面 那再來的話我要全部好了這個地方因為0到應該是 其實理論上我 應該到51嘛 51停下來 51 那另外的話這邊的話 你不能從0開始 為什麼不能從0開始因為0的話是這個 這個的話沒有要放資料庫所以理論上這個應該從1開始 然後再來其實不用切啦 這個底下這一行不用 我就直接怎麼樣 分別喔 假如說我今天要把這個list1裡面的 第1欄的資料呢 把它讀進來的話那就0 然後加一個豆點好了 然後再來就是 第2欄的資料就是1 那一時類推中間我一樣串一個豆點好了那就把 Ctrl11第2欄 第3欄第4欄第5欄 然後就分別就是這邊list1的1 這邊是改成2 這邊改成3 這邊改成4 那理論上喔 這樣子的話 寫出來的話應該 Print到這邊 那就會得到什麼 得到像 這個就沒有 有點像這樣 1 這個 中間加豆點 OK 把它Print出來看一下 那這個的話 它說CP950 那表示什麼 這個裡面的那個檔案 應該是UT8 所以呢我們還多做一件事 就是說呢 在這個後面加一個encoding 等於什麼 UT8 讓它知道說 用那個UT8的 編碼方式去讀取 執行一下 那再來的話呢 它這邊出現一個錯誤 Type Upt8 第13行的地方 這一行輸出錯誤 他說 對 串接的時候因為 這裡面的資料 理論上應該都是 都是自串 OK 所以 Type Subscript 形態錯誤 所以呢如果 錯誤假設你不太知道說哪邊 一般你可以先把這邊註解 先看一下上一行 這邊print它 print什麼 printlist1看看 我先確定一下print過來的東西 是不是 所以得到的結果可以看到 它讀進來的 這個是第一筆資料 喔 那 所以呢我沒辦法這樣切啦 所以 這個地方的話 假設要分別輸出的話 那就是 我剛剛應該要保留那個list 應該要多 這個地方還要再多做一個動作 什麼動作呢 就是把它切開來的動作 就是再切一個list list2 等於什麼呢 把 這個list1 裡面的每一個 這個地方 第1個 做點splitter的動作 就切割 Splitter 然後 因為它中間有痘點 因為這邊中間有痘點 要把它分開來 所以加一個痘點 然後呢 可能因為它尾巴這邊有個 這個 換行 把它拿掉 所以這邊加一個 點striple striple什麼呢 這邊加一個 把它的 換行拿掉 所以這個的話呢 意思就是說呢 當我 遇到這個 這邊有個空白的時候 把這個空白給去掉 這個去掉 所以這個striple的話是把這個空白去掉 那這個 Splitter的話呢 是 把這個資料 按照 痘點 幫我分開來 把它切開來就對了 所以把 一個資料呢 切成 5份 OK那剛好就5個欄位 那放在哪裡呢 放在list2裡面 在list2裡面的話 我們記得 這底下就是 再把這個list2 按照它的順序 這邊應該list2 list2裡面的 切完之後的第1個 編號0 然後第2個第3個 第4個 血型第5個 這個就striple掉 好那理論上這樣應該就可以 幫我把資料切開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就可以 這個就可以 執行一下 所以 開檔 用那個realize 讀到list1裡面 然後 這邊有個錯誤 看一下 Splitter 執行一下 看 Table air Space 常常會發生一些怪怪的狀況就是 它這個本來會是對的 可是它這個地方有的時候出現剛剛那個錯誤 有可能是這邊的 空白好像 跑掉了 所以我把它重新 重新再輸入4個空白 就變正正確了 好啊各位可以看到目前 輸出的結果就會長這樣 OK 就是呢中間我要把這個豆點補回去啦 所以就是第1個資料 第2個資料第3個資料第4個資料第5個資料 所以如果這5個資料 我要把它放到哪裡呢 放到這邊的話呢 Insert Into的話 那這個當然也是最難的 如何把什麼 把上面的這個結果 把它塞到這邊來的話 那這個 是這一題應該是最難的地方啦 應該可以看懂這意思啦 只是上面跟下面怎麼把它結合在一起 才有辦法把這個資料塞到這裡 那請各位也許先試試看喔 就可以看取得到 他們照額